老人行动不便需要他们搀扶 上网玩游戏他们就像哄孩子一样耐心而细致 智障的小朋友更需要他们的指引迈向未来的路 对于热视社群来说这些愿设社服员工必不可少 但是却越来越少 能不能更加明朗的态度来代表政府 来支持我们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坚守在前线的这些人员让他们坚守得更好 前线的服务人员 由于薪酬不高 以及需要进行一些厌护性的工作 加上工作强度大 也都令到部分的工作人员容易民生专绩的念头 以及难以有新人入行 这些问题都令到服务较难开展 收入的学书让很多人用社工的经验作为挑板转取公职 而为了能建立一支更加专业的社服队伍 独住人员流失的缺口 特首随时安表示不排除会引入外援 我想在不影响本地专业人士就业 同时在一个短暂过渡的时间里面 引入一些外来的专业人士去帮助一些院舍 其实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可行的办法 政府计划在五年内会增加800个安老床位 以及180个滞胀床位 而随着硬件的不断完善 人字如果跟不上 助劳服务的效果只能是十倍功半 二位是旅品陈建李彬彬 阿姆报道